众所周知,最近全红禅和陈玉希等一众主力在武汉参加跳水选拔赛 在日前落下帷幕的两场比赛中 尽管全红禅在单人项目没有拿到冠军 但是在双人项目,他却接连拿到两块金牌 对于全红禅来说,这次算是有得有失,获得不错的成绩 另外,这次携手陈玉希拿到第二块金牌之后 全红禅还在赛后收获一份大礼 对于将来征战巴黎奥运会是非常重大的利好 本身全红禅这次过来武汉参加选拔比赛 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所谓的金牌 而是争夺明年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 所以对于全红禅来说 能够在这次拿到好的排名和积分比什么都重要 可以看到,首先在此前双人十米跳台的比赛中 全红禅和陈玉希拿到了冠军 已经提前拿到一张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因此对于很多粉丝来说 自然更加关注全红禅后续能否拿到 巴黎奥运会十米女子担任跳台的门票 如今随着第二战选拔赛落下帷幕之后 尽管红姐没有能够拿到冠军 但是也稳稳拿到第二名 根据媒体和粉丝确认的消息来看 如今全红禅已经凭借第二名的成绩 拿到十米担任跳台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这意味着全红禅接下来将能和陈玉希一起携手参加明年巴黎奥运会 出战两个项目的比赛 将有机会向奥运会双冠王发起重锋 这一点对于全红禅来说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 是非常好的消息 毕竟此前全红禅因为发挥失误 包括伤病的问题没有站上最高领奖台 很多粉丝都为他感到担心和遗憾 甚至担心他会在后续的比赛被其他的对手超运 还好从目前来看除了陈玉希之外 全红禅就是中国跳水队最优秀的运动员 他用成绩证明了自己拿到了这张入场券 对于陈玉希来说 一方面相信他肯定为全红禅感到开心 不过另外一方面他连夺三贯的优势已经不存在 接下来全红禅将会继续向他发起挑战 争夺奥运金牌 所以对于陈玉希来说 接下来还得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水平 确保在巴黎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 相信他们会在不断的相互鼓励中 让自己变成更强大的自己 期待姐妹花继续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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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